关于这个其他的像还有所谓连极 还有所谓的差极 还有所谓的交极 那这个也蛮常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要把两个尸体 两个尸体 3D的尸体呢 把它变成一个尸体的话 就可以用所谓的连极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差极 差极的话就是两个尸体 那我要把其中一个扣掉 比如说尤其像这边 我们有看到这边有一个类似像 假设你要在一面墙上面挖一个洞 这个比如说做一个门 或做一个窗户的话 那就可以用所谓的差极来做 这个蛮常用到的 另外第三个是有关于什么呢 这个再一个是交极 交极的话就两个尸体之间交汇的部分 比如说两个交汇的部分呢 就是留下来 两个尸体之间留下来的部分 重叠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我今天要做一个练习 我们这边以像这个 我们用一个这个圆柱好了 比如说圆柱 在这边画一个圆柱 先画一个圆柱 那给它半径的话 大概给它20好了 比如这边的话给它半径20 20Enter 那往上拉这边的话 大概高度的话再给它100好了 100Enter 好那这个圆柱 如果说我今天再把它用复制的 复制那选它 选这个物件 选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寄存点选中心点 然后把它移过来 这个地方复制到这边好了 点一下 让它有一个重叠的区域就可以了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的话 我按一个空间 在这边的话 再复制一个 好 寄存点我选它 然后复制过来 复制到这边 两个重叠区域就可以了 点一下 再按Enter 选它 进准点移过来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做出一个这样子一个范例 然后把这个再重复复制 旁边再按右键拖拉过来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之后再选取它 再复制一个 总共复制三个 我们分别来练习就是连极 这个差极跟交极 那首先的话 什么叫连极 比如这两个 这两个实体 假如说我要把它两个变成一个的话 第一个请你点选这个连极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要我们选取物件 就把这个物件用虚线的方式 把这两个一起选取起来 选好之后的话 按一个Enter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这两个物件就变成像连体一样 两个就联合 就变成一个实体了 两个就连在一起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差极 这个差极用的还蛮多的 差极的部分的话 假如说我今天点了差极之后的话 它要我选 特别注意 它的指令就是SUB SUB 那选取要 第一个特别注意 它是哪一个先哪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要留下的是前面的部分 这个要留下 后面的部分我要删除 那最后留下的是什么 这一块 那该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 你在做差极的时候呢 要先选的物件呢 是要 第一个选的是留下来的 第二个是要去掉的 所以这边的话 先点一下差极 差极之后的话 请你选 那我要留下来的是前面 所以你点一下前面这个物件 点一下 然后要扣掉的物件是后面这个 所以你把它点一下 好 最后按一个enter 再剪 剪在后面这个 再一次 这个地方 差极 把这个输入法关掉 第一个的话 选取这两个一起选 第一次D 这两个一起选enter 然后呢 选要留下来的 前面这一个 好 按一个enter 再来的话呢 要扣掉的 这个 好 这里我想你们先试一下 这地方 这个差极的话 第一个当然选差极 然后第一个呢 比如说我要留下来的是后面这个 点它 然后按个空白键 再点要去掉的部分 就前面这个 按个空白键 这样的话有没有 它就会把前面这个地方 这个物件留下来 那后面这个部分就把它扣掉 这个就是所谓的差极 就是所谓的差极 然后利用这三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后面的话 假如说我们有个範例 这边有个範例 假设我要做出一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出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房子好了 那这个房子里面不是要挖一个门吗 还要挖窗户吗 那挖门跟挖窗户 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利用 刚刚的这个所谓的差极就可以做到的 那再来的话 墙壁的部分怎么做呢 墙壁的部分 前面我们有用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 前面这边都用到了 那另外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聚合实体 聚合实体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画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的话呢 第一个我要画它的墙面 那这个墙面 你们大概记一下它的尺寸 这个尺寸的话 原则上 我们画出来大概 这边到这边是400好了 400 然后这边到这边的话呢 是150 那这边到这边是300 假设300 那这边到这边也是300 如果说我要画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房子 那这边到这边的话呢 这边到这边500 好 500 那这个之间的距离是100 那这边到这边的话呢 就300 400 这边应该就200 200 那最后的话呢 你就要按一个C 它就可以close 就跟那个画一个线段 封闭线段C 它自动就会帮我把它封闭起来 就可以做到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房子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挖那个门 门的部分 所以你门的部分看你要挖在哪里 比如说我这地方的话呢 我是挖在这边有一个门 然后再挖三个窗户 三个窗户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出像这样的一个房子呢 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用这个地方可以做 好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帅猫 这样好 好晚了